嗨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芊芊 今天為什麼要特別用麥克風呢 就是想要現唱一首歌給大家 都快忘了怎眼淚一個愛 我被虛毒了的青春也許還能活過來 被虛毒了青春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我們的水水套康出現品了 這一次是台式風味的小菜 將大家喜歡的食材做成在家隨時都可以上菜的經典料理 我們這一次主要是以經典食材 香麻調製 順口開胃為概念 所研發出來的五款商品 這五款呢 不管是正餐 宵夜 下酒 或是聚餐的時候都非常適合 簡簡單單 五分鐘就可以立刻上菜 而且有幾款甚至倒出來 也不用加熱 就直接立刻就可以吃了 那我們就一一來看像這五樣吧 首先 我們就先來開這一款 椒香川鵝 基本上這個退冰即可食用 但如果你是冷凍狀態下的話 你就可以泡在熱水裡面四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或者是放冷藏結凍 打開就可以立刻食用 如果你是喜歡吃熱的食物的話 你也可以下去用炒鍋稍微炒一下 但基本上它反正就開了就可以立刻吃了 我來開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覺得亮很多 超棒…哇 你知道為什麼要選川鵝嗎 因為川鵝它會比木耳更加的彈牙脆口 然後我們是用椒麻下去做調味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酸脆 香辣開胃 你看這樣開起來 倒出來立刻就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聽到它清脆的聲音 清脆彈牙 然後那個調味 哇 我跟大家說它的調味椒麻 它的爽度非常的夠之外呢 它非常的適合當下韭菜 然後這個大家要涼拌吃 或者是你要當熱的蘆味 就稍微炒一下也非常的呆 就不非常的OK 而且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本身是不太會調味的人 你可以炒一盤青菜之後呢 再把這個加一些下去 完全就是懶人調味 就等於是說這個調味已經幫你做好 你就可以炒青菜這樣合在一起 味道也非常的香 推薦大家 我覺得這是必買的一個品香 下一樣是這個 椒麻鴨針 這個一包呢是150克 這個呢基本上也是冷藏退冰之後 打開就可以即可食用 那如果你本身不喜歡吃涼拌類型的話 也可以送進微波 也非常的大丈夫 微波的話看個人喜歡的秒數 然後像我個人是喜歡微波 40秒左右有點微熱這樣子 隨隨照它的同事 我們那時候呢 最後final之後開會 只要在做最後的確認口味的時候 只要一開它 它就會立刻整盤把它刻光 而且通常我們試吃的時候 裝上都有超多東西的 它就會獨自默默的 把這一盤壓針放在它的前面 然後呢很像很認真在開會 讓它的筷子從來沒有停過 然後就一直在刻這個壓針 掉出來了 一包是150克 你看 來了 我們的焦麻鴨針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一塊就是很厚一塊 有聽到嗎 我跟大家說它是花椒 然後搭配多種中藥材下去做滷製的 通常涼拌的類型 這種類型你一定會覺得它非常硬 沒有它是外脆內軟 剛剛聽到那個咬的聲音 應該聽得出來它是外脆內軟 然後麻中帶辣的那種口味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辦公室的妥伴 在吃這一款的時候呢 可以把它整個掃光 因為它可以一直一直就是不小心的 吃完一個就想要接下來另外一個 而且每一個都非常的實在 這很可怕 這完全就是可以拿來當零食的那一種 我覺得下班的時候你知道嗎 打開這個 然後再配一口氣泡的飲料 哇 它真的是 會讓我想發生那樣 我跟大家說這一款呢 雖然它叫做焦麻鴨針 但這一款跟上一款的那個穿兒比起來呢 它的辣度有稍微在低 它比較像是麻中帶辣 所以怕辣的朋友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的話 它辣度沒有到那麼的高 但它主要是香跟麻這樣子 然後麻也不會到真的很麻 我覺得是舒服的那一種 下一款 各位 接下來這個呢 是蜜製酸菜大腸 基本上呢 你要微波加熱或是隔水加熱都可以 然後我個人最喜歡的方式是微波加熱 因為丟到那個微波乳裡面呢 大概一兩分鐘就可以吃了 這個一包是150公克 這是我第一名的味道 來了 我們的蜜製酸菜大腸 它一包就是這麼多 我跟大家說我聞到這個香味了嗎 你聞不到 啊 只有我聞得到 你永遠可以相信大腸信徒 大腸空出的大腸食物 真的是無口香 這是這一次五種小菜 五種 五款小菜我都非常的愛 但是我最愛的就是它 我們選用的呢 是我最愛的大腸頭 為什麼呢 因為更加的厚實 彈牙 但又不會到輪 就是那種軟軟的香香的 搖起來那個口感是最好的 然後呢 它也是搭配多種中藥 然後紹興跟一些清香料調製的 你看那個 真的是好美 它是那種軟Q 不是那種很Q彈的那種 因為我本身其實很怕大腸是咬不來 它是滷到非常的入味 然後因為大家知道如果愛大腸呢 你一定就知道大腸頭的口感是最好的 那個整個口感 像它滷製的那個味道 然後再配上那個脆口的那個酸菜 我覺得配起來搭得剛剛好 嘟嘟好 它下酒我非常的適合 單吃也非常的好吃 但我個人最愛的方式呢 就是白飯在這裡 然後呢 它不是有汁嗎 你就可以這樣子整個把它鋪上來 我跟大家說 大家有吃過那個滷肉飯嗎 這個完全是可以變成那個大腸飯 我跟大家說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你看 把它整個鋪在飯上 我還會把它搭一顆半熟的荷包蛋 這樣子給它這樣破開之後 那個蛋黃流到我們這大腸上面 你知道那個那種辛香料跟中藥 還有一點紹興的那個味道呢 跟大腸本身的味道 螺入那個蛋黃 它又變得滑潤之後再配上一口飯 噢 瘋掉 我跟你講你直接買一個飯 這樣子搭 什麼都沒有也非常的適合 你看幾天機車都在同意我的事情 你看這樣一口挖子 它配飯有多好 喔 喜歡大腸的朋友 你有看到嗎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超級下飯 真的會瘋掉 每一個都很配白飯 可是你知道 它白起來是罪罪惡的 所以我是有剛剛一直在覺得說 每一個都很配白飯 為什麼你只有大腸配它 可是我本身就是一個大腸性徒 你知道嗎 各位 你看 而且我跟你說 你去買那個蚵仔味線啊 或是大腸麵線啊 你如果覺得那間就是麵線好吃 大腸不好吃 你完全是可以把它丟到那個麵 清 我跟你講你就買清麵線把它丟進去 要記得跟他們說要加算你 那你的麵線呢 就會有那種有點麻香麻香的味道 然後大腸又滷得非常入味 這種就用大腸頭更好吃 它呢是屬於你半夜覺得 心情很不好 或是你下午或是你中午 你就隨時不想下足 但又想吃個最惡的東西的時候 拿出來就對了 下一樣 下一款呢是我們的焦麻米血 給大家看一下 焦麻米血呢它的重量是200顆 非常扎實 有沒有聽到這聲音 非常的扎實 好 到底為什麼要帥這個當作那個 一定要記得冷藏解凍之後再加熱 它加熱方式是你可以隔水加熱 或是微波加熱1到2分鐘就可以了 基本上後面標示了非常的完整 然後我們現在呢 送去微波 送 抱歉 對 我跟大家說 有沒有看到 喔 very多… 基本上我錯的東西 分量沒有在吃 喔 等一下好燙 摸一下我的耳朵 解燙一下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米血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美 而且倒出來真的就是這樣一盤這樣子 然後呢它是用CAS認證的豬血 下去做調製的 喔 聞起來好像 裡面有10種那個辛香料 然後也有加花椒下去做調製 所以它吃起來的味道是非常的香嘛 剛剛好的 你看 喔 我不知道時間很久 基本上呢 不是米血控也會愛上它的原因 因為本身不是米血控 但是我超愛這一塊 因為它吃起來非常的Q軟 它不是那種 口感夾夾的那種 它是非常Q軟 口感非常好的 而且 你有發現它乳得非常的入味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呢 你滿口都會是那個花椒香麻的那個味道 還有那種中藥乳製的那種乳的香氣 然後越咬就會越香 非常的帥水 它如果在路邊賣一整支的 然後這個調味的話 一定會很受歡迎 大家會不會覺得你哪裡來自信 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吃米血其實很怕 它有點Soca的那種口感跟感覺 它這個口感很沒有多味道 好嫩喔 Q軟香嫩 最後的最後呢 是我們的三杯杏鮑菇 這是我們這幾款裡面呢 比較不辣的一個品項 然後它呢 重量是200克 我們真的很滿 小菜都是給你滿滿滿的 它的加熱方式的話 可以隔水加熱跟微波加熱 哦 喔 有沒有看到 一倒出來就看到那個老薑 立刻就這樣滑出來 它除了用的很大塊杏鮑菇之外呢 它旁邊這裡還有Q彈的皮絲整個搭在一起 就會有那種彈牙的感覺 又有軟軟的那種口感搭在一起 重點是呢 它是用老薑下去先炒過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的那個鍋氣其實非常的十足 然後又有點那種那種塔香辣辣的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這種類型的杏鮑菇的小菜 其實最害怕的就是它變得很軟爛 或是變得很軟 因為大塊杏鮑菇很容易 它沒有透的時候呢就很容易不脆 啊不然的話就是過軟 不然的話就是口感過硬有一絲一絲不好咬 但它就不會就是有一點脆感 然後又好咬之外 然後就配上那個皮是不同的口感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白飯又進來了 我跟你講這種三杯的東西 怎麼可以不配白飯 就是要這樣子給它下去 我跟大家說這個真的有夠無敵下飯了 基本上你有一包這個齁 微波一下 你立刻就有東西可以吃了 不過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配個其他的這樣子 你酒是不是 我們這系列真的很下酒 挖一口飯這樣子 這真的 這個塔香的味道有點呆辣好棒 有沒有… 在家裡面都吃出了 待在熱炒店的那種感覺 居家台灣味最對你的味 哇跟大家說 它這個跟前面的那個全部都是那個香嘛 那種款式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辣比較偏塔香的那種辣 然後真的會讓你很有在熱炒店吃飯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很想吃一吃之後就 就會很想打電話要約朋友 或是很想要攤軟的開啟人 Ninei Press Bisley Plus Friday YouTuber 看切切鏡子這樣是不是很棒 這一款呢完全是可以當居家的常備品 就是放在家裡面 今天如果少煮一道菜 少煮一個主食 少煮一道什麼東西的時候 把它端上來就對了 三杯杏鮑菇 推薦你 我再吃一口就好了 好好吃 這個杏鮑菇 嗨開箱完了水水召喀 這次出的台式小菜系列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最想要吃哪一個呢 我跟大家說我只能建議大家呢 基本上就是五種都買回去 吃吃看看哪一個是你的最愛 然後就可以無限囤貨了 因為呢這基本上放在冷凍 煮非常簡單 你只要丟到冷藏 退冰即可食用 或者是微波一兩分鐘就可以食用 啊順便小提醒一下大家 焦麻米血的微波時間 它是一到兩分鐘 微波時間一定要夠 這樣才會透進去 然後這五款呢不管是哪一款 你要我說最推薦 我真的是很難跟你說 因為這五款絕對是 我們所有辦公室的同伴都說 我會回購我會買的那種品項 我們才會願意上市 然後願意推薦給大家 所以呢五款我真的是強烈推薦 大家都買回去吃 啊我個人齁 都很愛 啊最愛的就是這個大廠了 還是要再說一次 你永遠可以相信 大腸空大腸心土的推薦 真的是大腸痛 啊大腸痛 我跟你講大腸頭的味道跟口感 真的就是不一樣 然後加上我們調味也非常的完美 希望可以滿足各位就是 熱愛美食的台灣味 大家都可以到官網上面做選購 為了希望大家入手的時候不會心痛 其實訂價方面我們都會訂一個 非常大家非常親切入手的價格 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吃了喜歡之後呢 也可以推薦給你所有的朋友 讓你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吃到輸水兆咖 然後這個系列呢算是全新不一樣的系列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其實滿緊張的 因為我覺得出食品這件事情呢 最希望的就是我喜歡你也喜歡你 跟我說你也喜歡的時候 我就會充滿著幸福感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這個 就是你推薦的食物大家都喜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噢 幹嘛啦 今天開箱就是這樣 希望呢 輸水兆咖這次的台式小菜心停呢 可以陪伴著大家 宵夜正餐聚餐 或是下酒的時候 掰掰 很好吃耶 讚耶